服从还是毁灭 不管做什么选择你都会很难受 在奴隶时代任何人都渴望自由 但真正能够解脱的又有多少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关于埃及神话的故事 埃及王子 在那个时代埃及人残忍的剥削 牙迫奴役着希伯来人 埃及国王甚至下令要淹死所有希伯来人的蓝鹰 这一切的缘由只是因为希伯来人越来越多 当国王开始无端猜测 于是一位希伯来人母亲爱子心切 直接把自己伤在强宝中的儿子放进了蓝筐里 然后让他顺着尼罗河飘走了 尼罗河凶险无比 蓝筐被风浪吹着 被众多鳄鱼争相抢夺着 蓝筐之蓝筐又险些被两艘船给撞到 但是这名男孩是幸运的 最后竟然有惊无险地飘到了埃及皇后的面前 埃及皇后很喜欢这名男孩 他立马把她收养为自己的孩子 取名为摩西斯 摩西斯的亲姐姐米利安一路跟随着蓝筐 看着她被埃及皇后抱走 她忠心地起愿这个弟弟好好长大 以后能够回去拯救希伯来人 之后摩西斯作为埃及的恶王子和大王子 蓝筐西斯一同生活成长 兄弟俩的关系十分的好 接近摩西斯和蓝筐西斯赛马 他俩不顾一切地奔跑着 穿梭在居民区里 然后摩西斯跳上了高高的支架 把正在建造的法老雕像彼此给装掉了 接着他俩又把拦住沙土的堤坝给弄倒了 高山般的沙土倾斜而下 最后神庙被他俩给搞塌了 兄弟俩闯了这场大祸 但是被严厉骂的求蓝磨西斯 即使塞马是摩西斯的主意 因为蓝磨西斯是下一任的法老 肩负着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当夜宫殿里在举办晚会 庆祝蓝磨西斯被人名为舍政王 掌管所有的神庙 基斯们为蓝磨西斯献上了一位米店的美女西伯娜 西伯娜被绑住了 但是他浑身充满着抗拒 因为他咬了一口蓝磨西斯 于是蓝磨西斯把他送给了摩西斯供大家取乐 西伯娜出言不逊看不及王子 于是摩西斯为了颜面 去耍了一下他 让他跌进了水窝里 接着 蓝磨西斯下了成为摄政王后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任命摩西斯为皇家建筑大臣 完会结束后 摩西斯回到宫殿里 本来该被送来的西伯娜却牵着骆驼跑了 摩西斯急忙追出去 结果 他看到美女差点被许诺的卫兵发现 于是他竟然转移了卫兵的注意力 让他成功逃走 摩西斯又一路追着西伯娜 去到西伯来人的居住区 西伯娜想看守水井的米利安 咬了水后 就朝沙漠远去了 摩西斯很欣赏这位西伯娜 看他远去的背影 失笑着 这时 发现摩西斯的米利安惊了 他高兴地以为摩西斯是为了他们而来的 摩西斯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 当米利安说他是他们的家人 说他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后 摩西斯便对他出手攻击 因为他根本不会相信这些事实 气愤的摩西斯要离开时 米利安唱前那首摇篮曲 这时他们当初母亲 再把摩西斯放到尼罗河前 对摩西斯唱了摇篮曲 摩西斯一听到这熟悉的摇篮曲 他便有些相信 自己是西伯来人的事实 摩西斯不可置信地看得下肮脏的四周 然后慌张地跑回了他所熟悉的两块干净王宫 摩西斯爱王宫 爱他那强大高贵的父王母后 他保回自己的寝殿 闭上眼 却梦见了当初国王下令把所有的西伯来人男鹰 都能进了尼罗河里喂鳄鱼 和他作为其中一个兰鹰被家人放进的蓝框里 摩西斯惊醒 却看了墙壁上的壁画 上面记载的历史确实有这件事发生 摩西斯在壁画那痛苦着 这是国王莱乐 他给摩西斯解释 关于对西伯来人这件事的原因 是担心西伯来人的数量太多会群体反抗 所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牺牲了少部分人 在国王眼里 西伯来人只是奴隶 摩西斯去到了河边 他就是在那里被埃及皇后所救 皇后所救了他 这是神明的选择 对埃及人来说 尼罗河就是神明 巴勒和皇后是疼爱摩西斯的 于是摩西斯决定 天皇后的忘记身世 接着 摩西斯开始重新修建那座倒达的神殿 他下令要把它重建得更加宏位 在施工地段 摩西斯看着西伯来人被奴役被鞭打 他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以前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即便看到这些人受烂 不说没有触感 但也绝对不会纠结 但现在底下的人可能是自己的主人 心中的纠结忧郁 都在折腾着摩西斯 突然 他看见一个卫兵不断的鞭打 因为年迈的醒过来老人 那位老人都快被打死了 摩西斯实在看不下去 他冲过去 把卫兵从高高的架子上 推了下去 卫兵 摔死了 直到摩西斯慌张地逃走 而大哥莱姆西斯最爱 让他不用担心 他说自己可以判摩西斯无罪 然而摩西斯的身心都守着折磨 他之前坚信 自己是埃及王子的信念坍塌了 摩西斯告别了莱姆西斯 跑向了沙漠去 摩西斯走了很久很久 他体力不知的被沙尘豹给埋了 然后命不甘意的他 被一只有水带的骆驼给拔紧了 因为骆驼吃了他的头发 以为是草 摩西斯抓住了骆驼 被他拖到了水槽边 他看见两个强盗 在跟三个小女孩抢睡 于是他把那两个强盗的骆驼给放跑了 两强盗慌忙去追 在沙漠骆驼的重要性不比水差多少 那也算是第二条命 其实三个女孩和西伯纳 都是米店的达基斯 加斯罗的女儿 于是摩西斯作为上次救了西伯纳的恩人 被加斯罗款待了 加斯罗是位有大智慧的人 能够看懂生命的价值所在 摩西斯在米店主的下来 成为了牧羊人 他浓露了米店人 并与西伯纳成婚 在一个清爽的早晨 摩西斯被一只小绵羊引入了一个洞穴 在洞穴里 他看见了一团火焰般的物质 他发出了声音 自称是摩西斯主先的神 这位神想要解救自己 那被埃及人奴役的西伯来人 于是他让摩西斯去拯救西伯来人 神给了他一根法杖 来帮他跟埃及法罗谈判 于是为了给西伯来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摩西斯和西伯纳 向埃及出发了 佛西养去了宏伟的皇宫里 见到在享乐的南摩西斯 南摩西斯也正成为了法罗 他更加残忍地奴役着西伯来人 就算摩西斯说自己是带着神的旨意 来命令他放了西伯来人 南摩西斯也坚决不同意 甚至宣布让西伯来人的工作量加倍 工作量加倍的西伯来人 开始埋怨摩西斯 摩西斯的亲哥哥亚伦 甚至找到愣尼巴 唯独米利安亲切地对摩西斯说 神一直在保护你 从来没有放弃你 所以希望你也不要放弃西伯来人 他知道愤怒和抱怨 是无法摆脱现在的生活 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摩西斯身上 于是摩西斯再次坚定了心电 对在尼罗河中游玩的南摩西斯大喊 放了他的字面 南摩西斯生气地要做他时 这时摩西斯拿出手杖 你如果瞬间全部变成了血水 南摩西斯询问祭祀 怎么会这样 一向只为拿魔术充当神的法力 来蒙骗的祭祀 则是用一些粉把水揽红了给南摩西斯看 南摩西斯这下才放心 摩西斯对他的子民说 埃及法老可以夺走生命自由 但是唯一夺不走是人们对神的信仰 接着神派出了癞蛤蟆 蝗虫等无数的害虫 席卷了埃及皇宫 曾经摩西斯敬爱着南摩西斯 现在他也不想如此敌对他 但是他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子民而战斗 雷电 神火敲恰 几乎所有的埃及人都中了瘟疫 南摩西斯愤怒地望着摩西斯 他被怨恨 蒙蔽了双眼 丝毫没有醒悟自己所犯下的罪过 南摩西斯不想再让埃及遭遇更大的灾难 而将好好的劝说南摩西斯绑走奴隶时 南摩西斯能救名玩不灵 始终觉得是希代波伦只会带来麻烦 当初杀希代波伦男人也是正确的决策 因为南摩西斯的名玩不灵 当夜神告诉摩西斯 让希代波伦在自己家门口涂上羊羔的血 因为他要降临 烧掉所有的长子 但是会避开有涂血的家 于是这夜 南摩西斯唯一的儿子也死了 他终于同意摩西斯带着希伯来人离开 当了一辈子奴隶的希伯来人终于解放了 这都是因为他们心中不曾放弃过神的祈祷 承知上问的希代波伦终于满怀着幸福离开了埃及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曾经无法想象可以拥有的笑容 摩西斯带着希代波伦跟着神的指令举到了一个海边 这时南摩西斯竟然带着军队追杀过来 然后火焰从天而降把南摩西斯他们组隔开 所以摩西斯用法杖在大海中开出了一条道 希伯来人通过这条道要去海的另一边 火焰熄灭了南摩西斯和军队冲了过来 希望摩西斯他们已经过去了 而这些埃及人被海水淹没 南摩西斯被称为岸上 这下无边无际的大海把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永久地隔开了 希伯来人终于自由了 这部动画可以说是被无数观众争论不休 很多人无法理解片中神的举动 毕竟以宗教为题来的作品总会有观点冲撞 对于无神论者又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来说 别人的文化我们懂的是真的不多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可以评价、可以提出疑问 但没必要对别人的文化恶言相像 埃及王子他是一部绝对的成人像动画 他给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留下挺深的印象 我认为配音很完美、音效也很赞 包括表现手法也是非常到位 但是可能因为文化不同 所以对故事中的一些剧情和思想也并没有太多的理解 我唯一比较疑惑的是摩西斯同行自己的族人 所以要跟自己的兄弟对抗 他的内心充满煎熬 可是自从得到神的旨意 他几乎每一刻都在说是神的旨意 这是佛根所追求的自由冲撞 我也不敢多说 反正我没有冒犯宗教文化的意思 看到摩西斯的存活真的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们好像真的只能水影天命 还是那句话 不喜欢可评价 但是恶言相像就是你的不对 不知道视频前的各位少年少女们 有没有看过这部动画 你们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吗 我是少年 以为明年有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